這遊戲是Smart Games系列 它是一個人玩的一個邏輯遊戲 它會有60關 它的玩法其實不是很難 但又挺有趣 我們來試試第3關 每一個關卡都要兔子跳入洞 這些是洞穴來的 啡色這些是洞穴來的 我們先砌兔子的位置 這些不要的就拿開 蘑菇 我們先跟它砌蘑菇的位置 現在這一關要兩隻兔子跳入洞 在四步之內 兔子跳的有什麼規則 現在兔子跳的時候 一定要隔著東西才可以跳 現在兔子的旁邊沒有東西 一定是不能跳 到這隻了 這隻有蘑菇 這個有機會可以跳 我們先跳一步 它入洞 但它還未入洞 我們要兩隻都入洞 所以這樣還未可以 我們兩步 然後三步 然後四步 就可以進洞 我們再試試有狐狸的時候 會是怎樣的玩法 我們可以跟第13關試試 一樣是跟蘑菇 蘑菇是不能動的 只是兔子和狐狸可以動的 而上面這裏 也有寫提示 我們四步 我們四步 就可以完成到這個關卡 我們試試 兔子隔著東西才可以跳 可能這邊 可能是這邊 但如果跳到這邊 又好像不能再走 小朋友思考的方向 可能是這邊 這裡是一步 然後狐狸可以前後移動 移動過來就是第二步 然後第三步 然後第四步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這個關卡 對答案 就會在這本書的後面 就可以對回 我們做得對不對 讓小朋友自己玩完之後 就可以對回答案 後面就會有答案 在這裡 最後這裡 它就會說回怎樣走的步數 才可以過到這個關卡 後面它也會有教的 就是這樣 這個遊戲也蠻特別的 蠻好玩的 還有那些判件也是很可憐 而且你不玩的時候 其實你還可以這樣吸起來 就是這樣吸起來 就是拿一個蓋子 它有一個蓋子 你可以吸起來 連問題書一起放好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是這樣